现役美国海军的主力驱逐舰便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一般简称为伯克级驱逐舰 本级舰以首舰阿利伯克号命名 而阿利伯克号命名于美国海军的二战英雄阿利·艾伯特·伯克上将 上将曾在伯克号服役典礼上说到 此舰未战而生 你们拥有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战舰 时至今日 伯克级驱逐舰已经服役了30年的时间了 也在这段时间里发展了诸多型号 霍华德号算是其中较为出名的 该舰于1999年开工 2001年正式服役 前号DDG-83 是伯克级驱逐舰的第33号舰 它的名字来源于美国海军陆战队荣誉勋章获得者 一等军事长霍华德 2006年9月13日 霍华德号驱逐舰驶离圣迭戈哥进行部署 该部署作为美国第五远征打击群的一部分 支持全球反恐战争 这是霍华德号驱逐舰首次加入远征打击群部署 也是该舰从2001年服役以来的第三次部署 2005年 霍华德号驱逐舰的舰员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准备这次部署 船员们顺利完成了混合训练部队练习 以及联合特遣部队演习 以确保他们做好部署准备 该舰在作战中主要担任保护打击群的任务 按照原定计划 霍华德号在第五远征打击群进行反潜战训练之后 还要与加拿大和印度海军进行几次演习 美国第五远征打击群包括霍华德号驱逐舰 全尸号两栖攻击舰 杜布奎号两栖船屋登陆舰 康斯托克号船屋登陆舰 本福尔德号导弹驱逐舰 以及邦克山号驱逃舰 同时打击群还包括美国第五两栖编队 第十五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 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德盖特号巡逻艇 以及加拿大沃泰华号护卫舰 霍华德号的配置同其他级别驱逐舰基本一致 舰长155.29米 闲宽20.4米 吃水6.3米 满载9238吨 由四个LM2500-30燃气涡轮发动机提供动力 每台15000轴马力 航速最高31节 在20节的航速下 续航可达4200海里 一般包括军官32名 以及士兵348名 雷达系统包含一个ANSPY-1D-3D相控阵雷达 和一个AMDR-S相控阵雷达系统 并搭载一个辅助雷达 火控使用MK46MOOD-1光电航空仪 舰炮采用MK45舰炮 该舰炮主要作为禁防 火炮射程约24公里 该舰炮配备了自动化管理系统 仅需6人即可操作 并且可靠性高可维护性好 它在海水掠过炮塔 海外风速超过1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正常开火 同时还具备提供全天候的持续性 快速性的应照火力射击等特点 能够快速地进行多发炮弹 同时打击目标 大大增加破坏效果 被称为舰炮家族中的实用之王 霍华德浩的导弹 采用12个八连装MK41垂直发射系统 装弹量前32枚后64枚 可装填标准的SM-2防空导弹 战斧巡航导弹 垂直发射火箭驻飞鱼雷 还可以装填海麻雀 ESSM短程防空导弹 不过DDG-71之前的版本 还装有两个四连装MK141 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 DDG-71起就已取消了 可以搭载两架SH-60B反潜直升机 作为舰载机 该机是在UH-60A中型运输直升机的基础上 发展的反潜反舰直升机 代号海鹰 于1983年开始在美海军服役 该机可以搭载MK46或MK50反潜鱼雷两枚 或者装备空对舰导弹两枚 发动机采用了功率更大的发动机 机身两侧增加了两个扶囊 尾梁改成密封式 悬翼尾梁平尾可以折叠 主轮巨缩并将尾轮改为双轮 机身挂架可挂两个副油箱 并且有空中悬停加油能力 而霍华德号最大的亮点便是美海军一直引以为傲的宙斯顿作战系统 宙斯顿作战系统正式编号为Vepernsteam MK7 是全世界第一种全数字化的舰载战斗系统 也是美国海军第一种具备抉择辅助功能的系统 同时还是美国海军现役最重要的整合式水面舰艇作战系统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制造 起初名为先进水面导弹系统 经过不断的发展 改名为空中预警与地面整合系统 英文缩写AGES 刚好是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盾 所以被称为了宙斯顿系统 宙斯顿系统自研制成功后 先后装备了美国27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以及最新型的伯克级驱逐舰 日本海军的金刚级驱逐舰上 也配置了从美国采购的宙斯顿系统 由于宙斯顿系统代表了 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军科技水平 其造价自然也就非常的高昂 每套作战系统 不含导弹的造价高达2亿美元 尽管如此 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纷纷加入制造宙斯顿战舰的行列 许多国家为了加强海军力量 千方百计地从美国采购宙斯顿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 霍华德号驱逐舰的舰辉含义 首先是美国海军军官舰 象征着这艘军舰属于美国海军 盾牌样式徽章 象征着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的宙斯顿 蓝色象征着大海 最下方的卷轴也就是该舰口号 Ready for Victory 意为为获胜而做准备 深蓝色底的白色男十字星 象征着霍华德军事长 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陆战医师 而双舰之中的 便是象征霍华德军事长 所获得的荣誉勋章授带 黄色的道威 象征着第488高地的阵地防线 红金配色的闪电 这象征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主题颜色 和高效迅猛的作战能力 以及霍华德军事长的作战精神 霍华德是伊阿华州人 出生于1929年11月32日 1950年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并在越南战争中多次立下战功 第488高地战中 士兵们在霍华德的带领下 击退了北约武装力量夜席 1977年霍华德军事长退役 前段时间该剑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不过并不是因为该剑出了什么问题 或是有了什么重大改进 而是该剑在离开圣地亚哥海军基地时 悬挂了一面带有龙形图案的红旗 虽然东西方神话故事里都有龙 但是西方的龙更像是恐龙 背部有翅膀 嘴部没有龙须 像是一种怪兽 而东方的龙 有着如蛇一般的身体 虽然背部没有翅膀 但却能在天空中自由地飞墙 嘴上长着长长的龙须 是会给人们带来好运和幸福的吉祥的化身 而霍华德号驱逐舰悬挂的龙旗 很明显是一条来自东方的龙 除了这条龙之外 空旗上面还有着胜利的英文 这一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 自服役以来 该舰一直作为第11航母打击大队的一员 在该舰20年的服役历程中 主要都是在太平洋地区活动 并且参加了多次在太平洋地区的各种演习 比如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演习 与东南亚各国海上联合战备训练演习 同时该舰还多次参与了 太平洋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任务 虽然霍华德号一直在太平洋地区服役 但这并不是该舰打出龙旗的原因 这艘战舰之所以打出龙旗 更为关键的原因 可能便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霍华德军事长所获得的荣誉勋章受贷 实际是为了表彰霍华德军事长服役期间的战功 这条龙便象征着霍华德军事长 在太平洋地区服役作战时 领导部下所展示的战斗精神 如此看来 打出龙旗的霍华德号驱逐舰 更多的是为了纪念霍华德军事长 并鼓励美国海军不断追求胜利 也算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结合吧 好了 关于霍华德号驱逐舰的介绍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